你知道台股的涨跌还有个股的新盛都跟24节气息息相关吗 就很像春天的时候肥料股大涨 而到了暑假旺季 大家都很期待的就是节能股旅游观光股以及游戏股 今天林汉伟分析师带来了有趣的节气悬股法 将节气循环运用在股票的布局上面 将你低档播种高档收割 让你获利翻倍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内容 股市人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来的是 可能会改变我人生的林汉伟老师 老师你好 学生好大家好 老师你知道我刚刚说的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因为在下个礼拜就是亲民连续假期结束之后 我期待已久的阿妹演唱会要来了 看演唱会还好 但是这一次阿妹演唱会 他送了给歌迷 16万份的NFT 对对对对对老师我忍不住要骄傲一下 因为我们主持股市的草店节目呢 就会知道NFT是什么了 而且阿妹说呢要送就要送具有保值性 永远都可以留存下来的 那当然就是NFT了 对对 而且这16万份老师每一张通通都不一样哦 所以每一个歌迷呢 拿到都是完全笃一无二的 老师会不会涨啊 我会不会以后变成大富翁就靠你了 我觉得一定会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人有这种NFT有虚拟货币 到最后可能三年五年会把账号密码忘记了 所以到时候你会发现到16万份 真的过了20年之后 还记得他账号密码的人可能非常的少 到时候能够拿到这NFT保存20年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上涨的空间 好老师我要跟着你财富翻倍了 好非常的谢谢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主题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哇因为呢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谈判呢 出现了数包 让台股今天也跟着美股大大的上涨 而在今年盘中金融股跟电动车表现的都非常好 这是不是代表多头反攻的号角正式的响起了 另外林汉伟分析师要教你运用节气来选股 低档播种高档收割 请不要错过今天的单元 好来看到呢今天台股的部分哦 由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谈判呢出现了曙光 俄罗斯答应呢要从基辅附近呢减少军力的部署 让今天美股的四大指数全部都是大幅上涨的 台积电的ADR也大幅上涨 而今天台股呢就跟着开高走高 台积电今天大涨来到了600元收复了600元的关卡 另外看到盘中呢包含了像是电动车 特斯拉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点 让今天的电动车呢包含了二集体台办得围 也都跟着大涨还有MCU族群等等 另外呢留意到的是哦今天呢千金股 围影呢也表现得非常的棒 今天台股重新回到了10千金 好来看到呢今天台股呢大涨了191点 涨幅是1.09%收在17740点收复了五日线以及半年线 成交量哎是这几天来呢算是最高的 来到了2973亿 另外看到桂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桂买也是涨的涨幅是0.65% 成交量则是905亿大幅的增加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呢要请教一下老师 台股今天大涨而且呢已经逼近了季线 季线这一条呢在萤幕上面蓝色的线呢 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反压线 或者是有可能一举突破变成支撑 老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但达到季线的满足点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因为大家如果发现到 最近这个全球坠落的欧洲股市 占到季线之上了 美股市它的指数里面除了道琼以外 费半 纳达克 标普百 占到季线之上了 日本股市更是领先全球股市 早就占到季线之上了 所以代表说如果以全球股市 位阶来看的话 我们目前的位阶 其实算是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这时候如果国际股市 没有跌破季线的关卡 我觉得台股站回季线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OK 好那站回季线之后 感觉呢有机会可以一路的向上冲喔 那老师请教一下 因为今天在盘中呢 表现最亮眼的就是 金融股跟电子股了 我想金融股的大涨 是不是因为跟今年确定升息 会有关系 那在乌二战争的宜云 比较散退之后 金融股今天反而表现很好 尤其是永峰金喔 创下十几年来的高档欸 高压 所以这一波金融股 你可以发现到 你看金融指数创到24年的新高 但主要是受惠到 全球所谓升息的环境 不管是美国联准会 欧洲央行 在这个所谓欧元区的部分 甚至说在整个台湾的央行 看起来今年升息的预期 都非常的强 所以这时候再连带到 这种利差扩大的金融股 我觉得都会有机会 那当然大家会说 今天的永峰金很强 然后赵峰金啊 然后玉山金啊 纷纷创架挂牌新高 或波段的新高 那我觉得在利差扩大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一档隐藏型的金融股 是大家可以留意的标的 那档标的就是说 这个5871的中租 中租敌核的部分 因为它做的是 所谓的一个租赁业 那租赁业一般来讲 就是说你看这种贷款的利率啊 或者说信用贷款的利率 或这种所谓的企业贷款的利率 其实相对来看 都会受到政策的一个限制 但对租赁业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受到所谓利差的一个 扩大受益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现行你可以发现到 现阶段的一个中租 也慢慢要往季件就靠拢 一旦突破季件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去挑战前波高点 大概270块附近 目前来看我觉得 都还有一些空间存在的 所以很有趣哦 中租就是大家熟悉的中租敌核 它其实并不是金控股 但是它也可以受惠到利差 对也受惠到利差的扩大 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因为今天在盘中 电子股可以说是多点开花 尤其是电动车 很多个族群呢 包含了像是导线价啦 还有像是这个二极体的部分呢 都很棒的表现 老师你怎么看待电动车的部分呢 我觉得电动车的族群非常的庞大 台股有非常多的股票 都跟电动车相关 一吐拉苦通通都是 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一波 其实整个电动车的族群 是呈现轮动的架构 可能就是昨天很强的MCU 今天就稍微休息个股的表现 那今天整个二极体非常的强 但明天可能又换到一些新的族群 所以说之前整个电动车 可能是什么充电中的股票啦 电磁的股票啦 或说一些晶片的股票 或说连接线的股票 我觉得整个族群 目前看起来是一个方向往上 蛮确定的族群 只是说操作上来看的话 你尽量就是以当天可能量大股票 或说最近法人在持续布局的一些标的 那个族群我觉得相对是比较有机会的 好的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做的补充 接下来来看到三大法人的部分 今天三大法人呢 合计通通都是买超 合计买超299亿 外资今天大买221亿 投信呢则是大买22亿 来看到外资今天买了 创下14年办来高点的永丰金 以及买了金宝 联电 台积电 哇难怪台积电今天这么强 联电也很强啊 台积电则是收付600元了 中信金卖呢则是卖了台汽银 广达台北中刚跟华通 而投信呢今天买了中红 长荣行金像店顺德新光刚 卖华邦店 友达旺宏技嘉跟中刚 要为记忆体呢 还有我们的面板族群哭哭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呢 今天的单元将你低档播种 高档收割的 获利翻倍的节气选股来了 我们先上次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原来24节气跟台股呢是息息相关的 到底应该怎么样利用节气来选股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林汉伟老师 有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的主题节气选股来了 对因为可以发现到啦 大自然有一些神秘的规律 真的是不得不相信啊 所以在股市的部分 其实也因应到整个 自然的一个法则 你可以发现到很多时间的巧合 很多所谓的关键的转折 跟节气有关 跟一些所谓关键什么 费破难性系数啊 黄金分割率都有直接的相关 也代表说 这样的一个选股逻辑 可以帮助到大家 你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大中华 过去的传统 过去古人的智慧跟智慧 帮你去找到 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好的转折 买点跟卖点 都可以让你提前去做一个布局 跟避开风险的动作哦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大家一定都有念过了 包含了春跟夏云 秋收跟冬长 它的意思呢就是 春天要赶快耕耘 夏天才能够滋长 秋天就要做收获了 而冬天呢 那当然就要储存起来好过冬了 这个深深不息的24节气呢 是我们古人交给我们的智慧 但是怎么样把它运用在选股上面 这就要看林汉伟分析师了 我们有请老师 对那这边帮大家 普及一下一个小知识啊 这个24节气有哪24节气 你最先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一个 四季分成春夏秋冬 但很多人不知道春天是几月份到几月份 我以为是一到三月结果不是 对春天其实从二月份到四月份 夏天从五月份到七月份 秋天八月到十月 冬天由十一月份到一月份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到一月份 大家都还感觉到有一点冷 那到二三月之后 慢慢四月份就进入到 比较偏热偏夏季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当整一个自然更巡这样的一个规律 去做一个运转的时候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非常多的 一个选股逻辑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春分啊 夏至啊秋分啊冬至啊 大家也常听到说什么春节变盘啊 中秋变盘啊端午变盘啊 我觉得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存在 所以我们看一下 如果以今年的台股 你会发现到跟这24节气的一个走势 是相当相当的接近哦 这就是我想说它是一个神秘的规律 你真的不能够不去相信它 比方说今年的1月5号 是24节气当中的小寒 当天刚好18619台股的历史新高 见到历史新高之后 你看到1月20号是这个 今年的大寒日 那那一天整个台股 刚好从上面跌破了月线的支撑 老师这不合一句谷话啊 高处不胜寒 一创高之后忙拿回 对见寒气好像该要做卖股票的动作 还是要卖股票 收斂一下锋芒啊稍微休息一下 对那再往下看2月4号就是历春 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好是农历春节 所以我们的开盘第一天是2月7号 所以对上去你会发现到历春之后 就真的出现了变盘的行情 股市的春天真的来了 对那再来看到下一个日期 2月19号开始到进入到嘴的 一个雨水的节气 那一天也发现到 大盘指数就从高点回跌到月线的一个关卡 那再往下看3月5号 我觉得这个最好太好 这个太夸张了老师 对这个叫做精植 精植 对精植呢什么意思 就是呢春天呢会借由打雷的方式 把万事万物所有的小动物 所有植服啊过冬的这些虫子呢 通通都把它们叫醒了 那精植有点就是把它惊醒的那种感觉跟意味 对所以看到3月5号那一天长黑K棒 直接把我们这个今年以来的一个波段低点 一次做一个有效的跌破 跌破之后你会发现到台股就往下见到波段低点了 那精植之后你会发现到 到了3月20号上个礼拜春分 台股又重新涨回到所谓的一个月线之上 好强啊 每一次的节气就犯随了不是在重要支撑的跌破 不然就在高点的回落 甚至说突破所谓的月线的一个反压 或站上月线的反压 这都跟节气息息的相关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老祖宗的智慧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到其实在整个操作上 你可能也要去留意一下 这个时候节气的一个变盘啊 这时候节气台股相对位阶 会不会造成新一波的一个转折的开始 那我们另外回到就是说 春跟夏云到底秋收东长嘛 代表什么意思 但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秋收跟东长 因为我们要留成下半期 可能在下半年再做一个专辑来跟大家讲 请大家敲碗期待 对但我们先讲春跟夏云 到底有什么样的股票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春跟的部分 对春跟顾名思义就是说 到了春天大家要开始耕种嘛 所以耕种的时候需要什么 就需要肥料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最近全球的肥料缺货缺的很严重 因为俄估的关系 所以大家发现到这个化肥的价格啊 台湾的肥料的价格啊 都大幅度的飙高 所以也连带到台股一个族群 从二月份开始三月份开始连番的一个上涨 那当中比方说最有名就是东减 因为东减在昨天 它的一个成交的金额143亿 创下台股当日成交金额第二名 比台积电比长荣 比什么资源比创围都还要高 各位它的股价才 它的股价相对来讲 我们要看到下面60几块而已 对然后一天成交22万张的一个历史天亮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一个 春跟相关的概念股 大部分都跟所谓肥料荣耀有关 因为原本这种春天就是 这些所谓的一个农夫 这个农民们 他们需要开始出一个播种的时候 又需要非常多的一个肥料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你可以发现农粮概念股涨上去之后 台股开始出现一个族群 叫做农夫族群 像过去航海王就是水手们 那像这个什么钢铁人 就有一些钢铁人的一个情况 那最近开始这种农夫族群 开始越来越多 大家好像在玩开心农场一样 买这些股票涨得非常的多 那我觉得主要都是受惠到 因为春天到了 所以这些股票 如果你跟着节气去做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它们跟节气有息相关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些股票在做什么 第一个东检做假肥跟散装航运的 新农就是农药相关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新农我们都有听过 那就是这个 以前的中华职棒的新农牛 对 对那像惠光也是农药 跟地工的一个材料 也就是它有一些所谓农药膜的部分 你去那种农地 会看到它盖一个所谓塑胶膜 惠光就做那个塑胶膜的部分 那中华的话它有部分的农药 跟农料肥料 还有所谓的一个特用化学的部分 那全女生经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嘛 中旅游中旅树的一个肥料 台肥的部分是肥料跟不动产 当中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农粮相关股票 股本都不是非常高 除了台肥除了新农以外 那这些股票也都是最近 非常飙非常飙的股票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如果大家把这个节气 融合到春根的概念股 你就发现到 真的是达到所谓翻倍的效果 因为根据的节气 去做这些农药相关的股票 你都可以找到非常好的 一个买点跟卖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所谓的一个 二日节气跟春根概念股 有什么样直接的连接 春根概念股 我们先来看到是最近最夯的东检 还有老师跟大家分享很久的 全语生计 而且我必须要说啊 全语生计又是老师领先 全市场独家先讲的 我们至少讲了 已经有一个月以上了 对 他真的就是从这个四十几块 涨到七十几块 这波段涨得非常大 但如果你跟着二次节气去做的话 你看立春不就春天要到来 立春的时候 如果你跟着去播种 你去买这些农药农粮相关的股票 农检你可以买在差不多三十三块左右 那在这个全云的部分的话 大概买在四十块左右 那个种子都还买在泥土里 有没有 他的线都还是平的 对 所以你看刚看上去 对上去都是波段起涨低根 跟节气完完全全符合 那再来你可以看到到三月五号 金植的时候 这两个股票都出现了一个回档 但回档都是绝佳的一个买点 因为过去的这种传统 就是说当这些所谓的一个春雷到来的时候 会造成土壤更加的肥沃 因为雷打下来会造成所谓的氨肥跟氮肥 导致这土壤的养分更高 开始下雨了 滋润了 所以就代表说 如果你跟着节气来做的话 你会发现这两根的下跌 反而都是绝佳的买点 那一直到春分 代表春天过完一半了 那这时候你看到全雨生在春分之后 股价开始有点回档 但是冬减在春分之后 股价继续上攻 那代表其实这种强弱度来看的话 目前这个假肥的一个走势 还是比这个中铝油 中铝素的一个肥料来的更强 所以你把握这样的一个 节气的一个进出点 你会发现到 立春可以买 金质可以买 到春分的话你就留意到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转折 那下一个就是所谓的 到了清明 甚至说到了接下来的一个新的节气的话 可能这些所谓的春根的概念股 它免许就出现波段的转弱 但是你看到冬减从33块 到这个昨天的高点66块 刚好达成翻倍 老师这两支冬减跟全宇生计 如果在立春买到现在的话 到它所谓历史高点都是翻倍 都是翻倍啊 都是翻倍哦 对啊 所以你跟着这个节气去做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真的 你用节气选股搭配上说 对着族群的话 我觉得其实进出 真的不是非常的难 这真的是东方的神秘力量 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23 4月是春天 但是我们也要为夏天先来做准备 夏云的概念股有哪一些呢 对 夏天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应该会非常的热啦 去年就已经非常的热 所以高温气候底下 有一些股票你可以留意 像东元像和连锁 他们都接到这种 国中小的一个 这个冷气的订单 所以今年其实在整个业绩的稳定性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东元部分有一些些题材 和连锁它是高值率的概念股 但这个我觉得它的量比较小 但我觉得都可以留意中长期的 一个操作的标的 那另外像高温里面 你就会想到天气很热啊 我想要喝饮料啊 所以有一些包材相关的股票 例如同一石 它做饮料的包材 例如像六角的部分就很典型 它就是手摇引的一个代表 所以这些股票都会收回到 天气越热 他们股价的一个表现就会越强 那另外就大家可以发现到 从今年的3月3号大停电开始 大家开始重视用电的安全 所以整个市场的舆论都说 我们今年的夏天可能缺电 会缺的相当的严重 所以这时候一些所谓的 能源安全的股票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 像之前很热的中芯电啊 大雅这些除能的相关的股票 又或者说太阳能的安吉啊 风力发电的上尾投控啊 这些都近期整个资金或法人 都在买了一个标的 也代表说到了现在是3月底了嘛 4月份5月份很快 我们的用电安全这样的族群 开始慢慢发动起来 现在都股价不是涨了非常的多 反而大家可以领先去卡位 领先去布局这样的一个族群的 一个后续的表现 我还记得去年夏天大停电 我们在摄影棚录影 然后大停电印象很深刻 对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今年这个夏天 又飙什么38 39度的高温 那以目前台湾的这种 电力的安全来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一些断电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个政府的政策啊 为了今年年底的选举 应该今年会全面把政策倾斜在这些相关的绿能族群上面 我觉得有政策的加持 但股价应该不会太过于寂寞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旅游旺季 各位我跟你讲 现在大家还在观光对不对 但有很多的旅游部落客呢 因为国外都在与病毒共存 所以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出国旅游 开始在写部落格了 超羡慕的 然后长荣行的部分啊 华行的部分 夏天听说也要征班哦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来到这个暑假 真的大家第一个 如果下半年可以出国的话 很多人就会不计代价 下半年一定准备要出国了 不计代价四个字说的好 因为真的会非常的贵 然后再来就是说暑假本来忘记的部分 一些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学生们 他们在暑假放假的过程里面 也会带动整个家长带他们去旅游 所以一些所谓的国内的旅游 国内的饭店 国内的一些所谓相关的行程 我觉得本来就是受惠到这样的题材 这样说如果有国外开放观光的话 整体上来看整个旅游旺季 带动这些股票我觉得都有机会 像凤凰旅行社啊 像长荣航空啊 像金华酒店啊 像第一机票的易飞王 你可以发现到这些股票 都是从农历年这个2月份开始 表现都非常的强 都跟今年大家期待说 下半年解封经济有关 如果加上说整个一个 这个夏天的耕耘的概念股 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大家初游的一个意愿越来越高的话 我觉得这些股票都还有一些 所谓的往上涨的空间 那另外就是说 暑假消炎部分 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其实时间很快啦 现在是3月底了嘛 那接下来就是4月份5月份 一般来讲到5月份6月份的时候 就是所谓游戏的旺季 很多游戏展 游戏的大展或游戏的星座 都会在这个5月份6月份发行 最主要就是要去抢工这个暑假 大家可能在家里面没事 没有出去玩的话 可以玩一些游戏啊 所以当中像大雨滋 像橘子 那像暑假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建湖山玩啊 那南湖它有这个 高速公路休息站嘛 还有它有海参馆的一个题材 屏东海参馆 也是它的一个旗下的一个公司 那另外它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饭店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可能会受惠到暑假的效益 你订房订不到啊 你去这个游乐场会人挤人啊 这些都代表他们业绩的 旺季即将来临 那股价的部分 不会等到7月份才发动 一般来讲可能在4月中 5月份这些股票 我觉得陆续就会开始 做一个转强的动作 那代表说 现在其实到4月份的上半旬 你可以从这些股票的名单里面 去寻找比较强势的标的 提前去做一个卡位布局 好的啊 所以呢可以请大家先来卡位布局 才能够赶上4月起涨的好时机 所以呢老师综合了春更跟夏云呢 帮大家综合起来 春更夏云的概念股 我们选出了这四支的强势股 包含的是东减 统一时 大雅以及大宇滋 那老师我们就一支一支来看了 现在看到的是东减的部分 对东减但大家今天会觉得 哎这张股票好可怕哦 昨天报了历史天亮 今天直接跌停板 跌到这个无限的关卡 应该害怕吗老师 我觉得不用太过为害怕 因为他整个多方的形态 还是非常的完整 今天的一个量是量缩的一个下跌 就觉得整个一个多头架构 没有太大改变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东减二分营收 已经创下这个波段的新高 获利数字非常好 那三月份其实才是真正 肥料大涨的一个月份 所以三分营收 法人真的看得非常好 说这个数字会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所以看到投信 为什么在最近开始在高档大买东减 我觉得还是在琢磨说 可能三分营收 能够交出相当量的成绩单 所以代表说其实在四月份的上旬之前 营收还没有公布之前 我觉得股价拉回 你还可以做一个逢低的承接 那只要提醒大家 我们刚刚提到了 二次节气当中 春天的节气到四月 就要开始慢慢转回夏天了 所以可能到四月份 如果它股价来到波段高点的话 你该要做一个调节 还是要做一个调节 因为它的历史天量 在三月份爆出来之后 一般来讲有新天量 应该有新天价 前波高点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 创下70几块的一个波段的高价 代表说来到那个价位附近 那如果说没有一些更新的题材 就是说二物战士 如果真的没有再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那个价位附近的话 大家就不要过度 再做个追价的动作了 好 接下来来看到下一个呢 是跟食品饮料包装息息相关的 统一时 对 统一时这张股票 大家也是觉得这张股票好冷门 不太会去想要买这种股票 但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从三月份 也是默默从低档沿着军线 缓步往上创高为什么 就是因为即将要到饮料的一个旺季了 所以这个统一时做一些 所谓的铁罐跟铝罐的一个包裁 那在中国其实还是非常多的铁罐 铝罐 台湾好像比较少啦 有啦 我喝那个什么 Redbo的时候还是啊 对对对 所以代表说还有一些啤酒 这些都是铁罐铝罐的一个大厂嘛 所以你到夏天 你就会想要喝冰凉的饮料 所以这时候对它来讲 它是旺季的一个来历 相当说最近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 这些所谓钢制品啊 铁制品在不断的涨价 那统一时本身它就有非常多的 低价的热压版的库存 所以最近看到 钟宏在这个调涨它的一个盘价 甚至说在今天这个相关的一个 这个不锈钢的大厂 也调升它的一个盘价的价格 都代表说其实整理上来看 我觉得它有这种所谓 原物料的一个利差的空间 而且在这一次的法说会上面 法人有问到说统一时 你有没有可能切入到电动车的题材 大家就想说 那不是饮料跟电动车怎么会有相关呢 包装跟电动车 因为它做的是这种所谓的铁罐的包装嘛 大家知道说电动车当中的电池 电池的外包装也是铁 所以它有可能会因为说 它这个所谓的一个铁制品 它上下有整合的非常完整 所以有可能会接到一些电池档 转给它的电池包装的一个订单 所以代表它有一些新的题材 而且当电动车题材的话 我觉得股价会有比较大一个想象空间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沿着无线往上创高 你不用过度追价 但是拉虎我觉得在买方 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下一档股票的部分在大雅 大雅就我们刚刚提到嘛 因为今年所谓的 大家对于用电安全非常的重视 那大雅本身 大家第一个想象说 它就是电汽电缆啊 跟这个什么华星啊 华龙啊 就是做这种铜线啊 然后做这种电缆线的 有什么样的题材 但它这几年 其实它不断在转型绿能的业务 所以它旗下其实在这个台南的延厂 有一个非常大的太阳能的发电厂 而且它也跟很多的厂商 合作的除能设备 所以它有除能电网 跟太阳能的题材 股价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也是从低档 开始出现代量的一个走高 一样沿着无线 我觉得网上操作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很聪明耶 台南岩厂你要晒岩 它要有酷暑 要有非常大的太阳 才能够把这些海岩晒出来 所以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 能源的运用哦 对 因为你看到整个台湾都在做一个 太阳能跟绿能的发电 但你会发现到 太阳能还是在南部 才有办法发电 在北部你可能就是 设一个太阳能板 但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太阳来照射 对 我觉得其实它也占着地利之便 那接下来看到在这个大宇之的部分 像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 NFT的题材 NFT最近超行 大宇之它就发行了 大富翁的NFT 这是大家的这种 小时候的回忆 对 小时候的回忆 但我觉得它另外一个更好的题材 在数位支付的部分 因为像在这个Oh my God 它在这个三月份挂牌的绿界科技 虽然说挂牌之后 股价有点不如大家的一个想象 但Oh my God 当初取得绿界科技的成本相当的低 但大宇之它取得台湾另外一家 第三方支付的龙头 叫弘洋科技 它的取得的股份超过五成以上 导致大宇之在今年的一月份 二月份开始任劣 弘洋科技的营收之后 出现了转亏为盈 营收的这个年增率爆发成长 是两三倍以上的成长率 所以代表说我觉得它具备这两个题材 就是说数位支付跟NFT游戏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有机会在暑假这段时间里面 应该有不错的表现空间 你看股价在这边已经高档 成见整理打底 即将要往前波高点做一个挑战 而且如果说把它长线来看的话 它之前的一个波段高点在200多块 代表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好的 以上的事情为大家来做参考了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汉伟老师 教大家用节气选股法 希望大家都可以选得会了 我们也非常谢谢汉伟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网友提问的部分 首先先来看到第一题 车用二级体随着特斯拉大涨吗 德伟抢帽台办该怎么看呢 今天特斯拉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盘中创下了新高 德伟也创下历史高点老师 对 但德伟我觉得今天是创历史新高 它争取时间也相当的长 所以这档股票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新的 整容二级体当中的一个指标股 因为它是率先创高的 这档股票因为创了新高之后 我觉得筹码就变得没有套牢的反压 接下来大家就看一下 如果法人投信也好啊 外资也好 持续买的话 应该都还是有一些多方的一个形态 可以做期待 但另外两档股票可能就要稍微 比较留意一下像强貌的部分 它股价因为之前投信提前 做一个结账的动作 所以相对来讲它股价是比较弱势的 今天是反弹 但反弹上去之后就留了一个 爆量的一个长上引线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它最少要把今天的高点 做一个有效的站稳 不要再被跌破 今天红K的一个盘中的一个价位的话 我觉得应该这边有一些 所谓落后补涨的机会 那另外一档 但是在最近所谓投信 非常爱的一档标的叫台半 哇老师它这量爆更大 对因为今天这个陷阱就变得更稠 高档爆量长上引线一个黑黑棒 回到无限的关卡 但最近其实像今天台半 并没有看到投信大幅度的调节 所以有可能就是去观察一下 就是如果投信在接下来继续买 股价又越过今天的高点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往前高去做个挑战 但假设投信就是 不要担心的是有些投信 会你砍我我砍你 互相从原本的一起拉高做账 变成互相砍杀做一个结账 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 所以明天如果台半的股价 无路线被跌破的话 可能这个族群里面 你还是以这个得为当做指标的观察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下一题 新唐最近呢外资投信一直买 开盘呢今天再创新高 但却叙述的有红翻黑 老师怎么看待新唐呢 他今天也拜拜的 也是黑黑 但是他像台半比较起来的话 他并没有在拨 所谓拨断的一个最大的量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这个量价结构 应该还没有太大问题 他也没有跌破到无限的关卡 所以一样去观察一下 就是说只要今天的高点 这个有效突破 如果投信能够连续买下去的话 新唐应该还有机会 因为毕竟以目前传出来的一些 异法半导体啊一些MCU 还是维持个涨价的题材 所以如果法人去买的话 我觉得这个族群 还是可以特别的留意 好 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长荣航明天要召开法修会了 华航长荣航还能够追吗 老师大家都在关心 对 因为之前这个也是当充的热门股啦 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航空双雄的部分 他们非常关键的成本 是在油价的变化 那之前油价涨很高 涨到130 140的时候 他的股价从35.8 就一路跌跌跌到季线的支撑 那最近油价开始 从高档回跌下来之后 长荣航股价就慢慢往上爬升上去 所以就代表说 他法说会上面 我觉得应该都是说好的啦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关注 就是说到底未来他的成本 能不能做一个有效的cover掉 因为现在当然这个大家会预期说 运价也在涨啊 就货运的价格在涨价 未来载人需求 征办的需求 营收应该能够成长 但假设你飞搬飞机出去 油的成本占你的营运成本 超过五成以上的话 那就算你飞再多 其实获利的数字反而会往下掉 所以我觉得油价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你说这个长荣航跟华航 有没有办法往前高挑战 那就去对比一下在2月份的时候 其实国际的油价大概差不多在 90几块美元一桶 那代表说如果油价回到 那个价位以下的话 我觉得长荣航跟华航 就会有机会了 嗯好 但提醒大家 油价现在还在百元之上 所以这华航也是一样的情形 请大家要密切关系一下 油价的变化咯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林漢伟分析师的话呢 在我们营幕上面 有老师Liant跟Terragram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啊 我发现老师除了元宇宙之外呢 他的电动车跟相关的农粮股 老师很早怎么当农粮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着老师 一起来播种获利 跟老师多多的交流互动 如果你喜欢股市的草店的话呢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首播 也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